刘备刘玄德无精打采的硬着头皮 让赵子龙把他掺上马去了 子龙陪同去东吴就亲 玄德心里如一团乱麻呀 他特别不愿意去 他心里反反复复的想 这明明是周公锦舍圈套要杀害于我 可是军事孔明为什么非让我去救这个亲 你要说孔明有什么不善的心肠勾串东吴家害于我 就太冤枉了我家军事了 要不是这样 那干嘛非得去跟人家东吴去接亲呢 玄德骑的麻生是神魂颠倒 孔明先生高高兴兴的来给黄叔送行 这二位啊 两种态度两个心思 你看人家孔明先生 是成竹在胸 胜利在望 满面春风 谈笑如常 您再看看玄德 愁眉苦脸 二目无神 你也呆呆的 俩眼发直 孔明送了一城又一城 还是蛮热情 玄德嘱咐孔明 我走之后 先生啊 你就多加操劳吧 因为京乡等地 这一切大小事情都得由先生来裁决 孔明也告诉玄德 主公您就不用惦念 放心的去吧 有此龙在您的身边是万无一失 仅在这么开导的呀 玄德这心还是放不下去 心说你就甭嘱咐了 我就咬着牙闭着眼 往河里跳吧 子龙排同着玄德 来到了长江岸边 他们弃马灯舟 是直奔南徐进房 刚来到南徐啊 吕范 吕子恒先生来接来 干情早已经有戏作报以无头 说刘全德来 呵 孙权这高兴 高宋 吕范你要好好接待 不仅要像贵客那么带 还得像教客那么带 这贵客教客有区别 那当然 教客古老爷啊 假戏你得真唱啊 吕子恒心里头也有数 把这管义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些义族们一个个 是成虹成虹 垂首立战 规规矩矩 喜笑颜开 害怕招忙啊 恐怕招待不好 孤老爷要火了 脑袋瓜子就得搬家呀 玄德一道管义 呵 刘备一看这比那次我来看州 鱼可强多了 这简直是跪接跪营啊 该营道里面擦脸 漱口喝茶休息 舍百景宴 款待玄德 那五百军兵 均有安置 待遇的都好着的呢 这可真是扭随文凤 飞腾远 人半贤粮品字高 才向门前欺评官啊 看你是跟谁来的 这是跟刘备来的 呵 容跃极了 这五百军兵 那嘴咧的也都合不上了 这玩意可真是好事啊 没想到子龙将军给咱派这么好差 以后这事多来几趟 多来几趟 这一趟都玩着命来的 你知道什么呀 有那年纪大一点的那君族就告诉了 这一次还有事呢 要不然四将军能来呀 你看现在挺乐 说不定咱在东吴这儿就许打起来 那年轻的军校一听是啊 哼 打起来咱也不在乎他呀 怕他干嘛呀 不是叫东吴吗 一个是咱有咱军事诸葛孔明先生的神机妙算 再说咱有四将军的拔面威风 长板坡 操操一百万人哪 都没把四将军给围住 小小的东吴 弹丸之地 请别操操了 你刚吃完了人家红焖鸭子 你就在这骂人家 那多不太劲 是我这跟你这么说呀 他们这怎么研究 怎么商量 赵云就不管了 子龙背着刘备 悄悄的 就把那第一个锦囊打开了 看完之后 子龙就乐了 哎呀 神人 旁边有的君族 也不知道四将军跟谁说话 子龙是自言自语 他在暗暗的夸奖孔明先生 看完了这个锦囊 带起来 他就到上方 来看望黄叔 玄德好几天 那饭也没吃好 今儿个这顿饭吃的还不错 自己呀 也想开了 反正我已经是来了 我听说 黎民百姓有这么句话 上坟这羊啊 豁出去了 哎 怎么怎么地吧 看四将军进来 玄德还挺高兴 啊 四弟 来来来 快在这坐 这没旁人 除去这五百军兵 玄德最亲的亲人 那就是子龙了 子龙在旁边一坐 主公 您吃的好吗 还行 看东吴还不错 这饭菜可以 哎 那分款待谁呀 明天一早吃过饭之后 我得陪着您 去拜北客呀 拜客 玄德一愣 哎 子龙 咱们哪还有心拉长来拜客呀 我就跟他说说 这亲事行和不行就算了 再者说了 人家那位金枝玉叶 那位小姐还没看见我 一看见我这事就吹了 人家是妙龄少女 我年尽半白了 须发半白 再者说 这几年 哎 这几年颠颠勃勃的 东一头西一头的安马生活 催人老啊 他不舒心呢 这日子一不舒心 这人就见着老 你看我这说是五十 看着都快像六十的了 啊 不不不 子龙上下打量打量 过去把那大镜子拿过来 古代年间的镜子没有水银的 都是铜的 风魔铜擦准亮 主公您照照 您这要是收拾收拾 打扮打扮 还是可以呀 不像您说的那样 哪是六十的 这没什么事 我保证这婚姻是非诚不可 你别在这给我保证这个了 最好是不诚 我现在就惦记得早回京州 您多于招那个急 这个课还非败不可 而且必须您还得亲自去 主公啊 我可不是一笑反上 这屋里没有旁人 我告诉你 忠格先生再三嘱咐 来到东吴郑 主公您得听我的 哦 玄德也好啊 孔明 你还给我找了个馆主啊 子龙管着我 我倒愿意 那 那我就听你的 咱们拜谁去 您知道不知道 东吴有一位大人物 叫乔玄 知道啊 他也知道了 刘卑亭那 可以说是人所皆知 乔国佬啊 孙策孙伯福的岳父 凤凰二乔的老父亲 大乔小乔嘛 大乔许配了孙策 就是现在五主孙权 他哥哥 小乔许配了周瑜 你说人家这俩姑娘 那得要得嘛 那就等于 一国的皇亲国诈了 子龙一听对了 这么说就好办了 咱们就去看望他 看这老头干嘛呀 您就别管了 为什么我带这么多礼物来 我还没得出功分 跟主公您说呢 这礼物都有安排 您看那整封的金子 和那绸缎呢 那是定礼 娶媳妇 你不得下定礼吗 过去早些年呢 讲究放定 放小定 放大定 然后呢 再确定日子 花轿迎去 老百姓这样 诸侯 王臣 也这样 那么我干嘛 还带着那么些酒 和那么些老礼呢 就那堆牛羊 那就是给国老乔玄的 哦 好吧 渐渐未尝不可呀 听说这老头很有才学 我可以去拜访拜访 您早点安歇吧 明天咱们一块去 子龙说完早了 第二天早起 吃过早饭之后 收拾大半 打扮什么呢 来时会不是玄德就这样来的吗 衣服也没换 这回可不行了 让子龙逼着不换也得换 因为到这儿 那就不是咱们荆州之地了 您怎么得全行随随便便 您得呀 干个行精 利利争生 把新衣服拿出来 滚头带驴啊 由头上至脚下 全都给换上 一套战心 刘备大屋里望完一溜的 军校们一看 黄叔变样了 这真是人事衣帽 马上安颤 远凭医生近平人 这一下子 年轻二十来岁 看着刘玄德呀 就像三十岁挂领那样了 就像 反正外边白马也背上 玄德走出管义这么一看 听说子龙这要干什么呀 去看看国老乔玄 要说这也应该 人家在东吴这来讲是德高望重 刘备早已慕名 担点酒去 送点牛羊 这都可以 七个十个二十个就得了 好家伙 子龙把这五百人马 全都裂出来了 这家伙 一个个是胚红花彩 他们都加龙上了 石子胚红 双插心花 刘备一看 干嘛呀 这是 这新姑爷还没胚红带花呢 你们在那折腾什么呀 话又说回来了 这亲事 还没准成不成呢 这 宣德挺为难 谁说这是摆个样子啊 还还是凑热闹啊 敢宣德转过脸来 再一瞅啊 哎呦可了不得了 怎么 这路上都过不去人了 那时候当然没有什么 武鬼汽车了 公共汽车那都没有 但是车马也都不行了 全都不能通过了 这各个路口都塞得满满的 房上墙上啊 到处都是人呐 宣德一想 这要干嘛呀 耍猴啊 这简直是其有此理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敢宣德仔细这么一瞅啊 是值得一看 这些胚红带绿的军校 就够招人的 再把这礼物忘了这么一瞻 好家伙 没酒加酿 那一大堆牛羊猪 闷闷的牛直叫 咩咩的羊也直喊 那猪在那还直哼哼 这能不招人吗 哎呀 全都瞅着瞅子龙 子龙是蛮高兴啊 根本没理这段 为什么 这声势还不够呢 他还特为啊 顾了两个鼓乐班子 就在这队列的前边 是一波 后边是一波 两头对着吹 让他们晒着吹 子龙给了双份钱 最好听得这声越远 这气氛越浓 越多赏钱 卢酸天 啊 看热闹的全明白了 感情 这是荆州 大汉皇叔 刘玄德 前来东吴 结亲 刘备 做了咱东吴的 古老爷了 不这些黎民百姓 可给高兴坏了 那上了岁数的老人 立刻坐下来 就碰杯啊 年轻的小伙子 乐得是连蹦带跳 大姑娘小媳妇回家去 这就赶快苗龙秀凤 因为郡主要出家了 那老太太们跑回家去 就点辣坟香 是祈祷国 太民安 这两家一结亲 东吴就打不起来了 曹操在那打呢 也不要亲了 因为这两家 已经携起手来了 人家是实在亲戚了 曹蒙德 再也不敢捅兵百万 来犯江洞 反正是各有各的心事 老百姓就求个太平 子龙陪着玄德 这一路上吹吹打打 每到一处啊 都是一片掌声 踩声住院声啊 他们来到了凤凰寨前 到了乔玄的家 子龙吩咐 让这两拨古乐 一字排开 冲着乔哥老的大门 先吹他三吹 先来个喜鹊登之 这曲啊 这名叫喜鹊登之啊 这一趟吹 早有家院 暴雨乔玄 乔哥老文报 成音半场 嗯 奇怪 刘备怎么突然间前来看望我呀 别看国老乔玄 已经是退隐在家呀 东吴那会儿有些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开始啊 说东吴 与诸葛亮和刘备 刘玄德 携手破槽 自从赤别大战下来之后 玄德与孔明 抢了不少地方去 这老头也知道 怎么今儿个突然间 担酒牵羊的 堵着我门口吹喇叭 这是哪出 老头在想这些事 家院就在那站着 您看怎么办呢 我是回复他们一声啊 您是不见的 还是见的 老乔玄也在想这事 你说不见吧 刘备 管怎么的叫刘皇叔 不是有那么句话 官不打送礼的吗 他送的对与不对 那另当别论 可人到你门口这了 你也不能够把大门关上 不见面 你说要见 我跟刘备没有这样的交往 那老乔玄有想法 那当然了 人家大姑爷是东吴主孙策 二姑爷就是现在 老姑爷子的水军都督 周瑜 那周瑜就因为打南郡 中了伤 老头心里不疼的哈 中伤也有情可原 大将上阵不死带伤 可是你刘备刘玄德 不应该跟孔明 合计合计 偷偷摸摸的 把赵子龙给派进了南郡 气得周瑜周公锦 伤口崩发 要不然的话 哪能躺这么些日子 今儿你跑我门口吹什么喇叭呀 家院等急了 郭老 您是见他们不见呢 见你吧 你先赏一赏 那些吹奏的人 你在我这儿乌鲁巴吹了半天了 你至于跟刘备有些什么瓜葛想法 或者什么不痛贵 和这些位没关系 拿出一些散碎银粮 给乐手们分一分 把他带来的那些人安置一个地方 来呀 更衣 换换衣服 一是从礼节出发 二呢 要这派头 让你刘备看一看 虽然国老乔选 退银归家 可也并不小于 您这位让人家免得满事跑的 当今刘皇叔 老头打里边就接出去 一见面 宣德就不能像刚上风无来那样 愁眉苦脸的 那多难 他赶忙上前给乔玄十礼 宣德前来 败忘国老 说着刘备上下一打铃乔老 这老头七十来岁点几了 好手阴虚 是松行鹤骨 气宇非凡 同常戴着金棍欠宝 身穿绿罗锦盗 是玉带诸吕 乔玄在环礼的同时 也在打领刘备 老乔玄听说过这个名字 而且是不止一测 没见过这个人 就是这么一瞅啊 哦呀 乔国老心里头大了愣声啊 刘备 这外表不得了啊 常言说真天子百灵相助 大将军拔面威风 看玄德 没分八彩 目如朗星 那胡须是根根透肉 凉耳垂间 双手过膝 按照封建迷信的说法呢 说这样的人 乃帝王之相 哦 耳朵大 不但有福 而且还能当皇上 其实就那么一说 那都像面子在那瞎搜呢 诸不见耳朵大 受了一辈子气 他能行吗 玄德建完礼之后 赶忙把四将军 给国老做了引荐 哦 乔玄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用那十分敬佩的目光 看了一看 赵子龙 老头早就听说这位英雄 大战长板坡 单人毒气 一条枪 立敌曹兵百万 杀得七进七出 看到大毒气两感 夺朔三流 这英雄可真了不得 没想到玄德手下会有这样的好汉 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 请到厅中 一去 来到屋里分 宾主落座 老乔玄 也给子龙看作了 可是赵云不做 他站在 玄德的身旁 你看这个镜头 我家主公坐着 我就不能坐着 这对我家里外头 不能像昨晚晚上 二人对坐 促细相谈 老乔玄 暗暗的赞佩 说了几句话之后 吩咐人摆下酒宴 款待皇叔 你说这事怪不怪 刚才刘备诈一来 老乔玄存了很多的戒心 现在这么一见面 一说话 在摆下酒之后 乔玄越瞅刘备 还越顺忠 刘备就有这特点 只要是你能允许他 跟他说说话 见个面 就是生他气的那人 这一见面气也能消一半 这是能耐啊 一个是呢 长得比较顺溜 不讨人闲 二呢 就说出了这个 言谈话语比较温存 有条理 软软乎乎的 肉肉头头的 准教你爱听 玄德 心里头也在琢磨乔玄哪 玄德知道 古人说 见老无忙 人老无刚啊 宝剑年头太多了 那见这儿就不那么锋利了 老头到了一定的岁数啊 他就不向那年轻人 蹚蹚 沾伙就着 什么事都不大爱之声了 可是看国老萧璇 与所有的老人大义 全部一样 坐着那只腰板溜直 从这眼神上看相当敏锐 这个眼睛很说明问题 那么大岁数了 那俩眼珠叮嘟乱转 就说明啊 他的头脑非常清楚 反应什么事 也特别快 老乔玄劝酒 玄德也不客气 是一饮而尽的 救过三巡之后 这一说话才知道 赶请刘皇叔前来 东吴旧亲 乔玄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信了 他心想 吴侯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哦 想把孙上天给游备 这样坐亲之后呢 那么京香和东吴就连成一片 大概是为了聚曹 这酒喝了一回子 玄德就不喝了 告辞走 因为什么 因为方才赵子龙 给玄德递了一个眼色 那意思 咱们面也见着了 话也说到了 礼物也送完了 咱们该走了 玄德就这么痛快 那当然了 子龙已经告诉他了 从来东吴那天起 我就得听他去 哎呀 老乔玄谈得正在兴起 觉得刘备这个人很有学问 哦 天是地地人和 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值得的东西不少啊 其实啊 玄德最近跟孔明 学了不少本事 要不然呢 还没这么些话了 这一走啊 国老道讲得挺骚兴 行了 以后 那么做了亲 再慢慢谈吧 也就不能挽留了 因为人家是贵人 送走了 刘玄德 老乔玄回来看了看 这家伙 牛啊羊啊 猪啊酒啊 送的东西满不少啊 国老不能不合计 古人说 李侠于人 彼有所求 刘备与我萍水相封 素不相识 就是干嘛 给我送这么些东西 想来想去 送就送吧 老乔玄乐了 别想那么多了 可能做了亲 那就从哪个角度说 刘备也应该来看望看望我 哎呀 乔玄又一想 我还落了点过场呢 什么过场啊 带刘备倒是不错 看出来刘皇叔走手挺高兴 所谓过场 我得给国泰 去倒倒洗呀 自己和吴国泰 那是老亲家呀 对对对 他吩咐家园 准备些东西 明日一早 我要进宫 看望国泰 等乔玄来到国泰这儿 一说求见 国泰还一愣呢 别看离着都挺近 一般不常见面 咱们一大早 国老来了 国泰吩咐 快请吧 老乔玄进来 见着国泰 是丙手道贺 国泰 恭喜您啊 贺习国泰 大义呀 老国泰一看 这老头咋去了 见着我又这么喜 那么喜的呀 我喜从何来呀 哎 国老善于察言观色 他一看国泰 愣磕磕这样子 好像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 国泰呀 您找到这么一位 称龙家絮 怎么能说不喜呢 玄德是何人呢 当今皇树 人中之龙啊 上天能得配 这样家偶 老朽 怎能不前来 道贺呢 老乔玄话 虽然不多 就这么几句 可是把吴国泰 这说的 如坠无流 是越听越糊涂 老太太把双眉紧皱 摇了一摇头 国老啊 您是不是上了年纪了 在家里待在 闷卷难熬 你到我这都说了些什么呀 谁的乘龙家絮 啊 郭泰 这么大的事情 您会不知道吗 哎呀呀 你赶快告诉我 到底咱东吴出了什么事了 嗨嗨 乔选把袍袖 怎么一抖 国泰 留备前来入赘 招亲 您不是把女儿孙上乡 许个人家了 他昨天上我家去了 如今在南徐一带 打击小乡 千家万户 人所皆知 唯独国泰 还被蒙在谷中 这何也 几句话说的 吴国泰怒火千丈 浑身厉头 他吩咐是女 赶快把孙权之招来 见我